场面做到 说学动唱 男枪回调 同样去恒生 优秀的青年相互演员 41位名家祝梦而来 为基森文艺团队全力打空 今天祝梦的团队一定能使大家演员一亮 41支团队跟上优秀舞台 战放光芒 一名惊人梦想微剧场第三季 即将兵分起目 传承经典共助梦想 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戏曲频道 亲力打造的一名惊人梦想 微剧场第三季 我是主持人董逸 欢迎大家 我们每周都会邀请到不同的名家 来到这里带来各自的拿手好戏 同时那家以祝梦人的身份 为您推荐 为您祝梦 他们心目当中认可的团队 那么今天会有哪几位祝梦人和您见面 又有哪几支优秀的团队来到这儿 大显身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祝梦人啊 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乐剧弹君名家 他潜于学习 习古琴练书法 并且将这些厚重的文化呢 融入到自身的艺术创作当中 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乐剧原派花旦 陶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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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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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我那是唱原派的 原派的花旦 那么传承原派 则无旁贷 最近主要是做一些推进啊 宣传介绍我们原派的剧目 包括传承好我们原派的艺术 那么走进校园 高雅艺术进校园 到学校去 会一些做一些讲座和演出 那我可以理解 那我可以理解最近一直在忙着教学工作了 对 还有一些传承工作 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青年演员学唱原派 那么我们希望把原派的艺术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那今天来到这里是以祝梦人的身份到来 那接下来有请你大声说出你祝梦的团队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我们南京有这么一群 00后 10后的乐剧小粉丝 他们从三岁 四岁就开始 喜欢乐剧 传唱乐剧 如今他们已经是各大演出的老演员了 他们通过演出和比赛 收获了荣誉 培养了气质 锻炼了信心 我们掌声有请 可爱的小演员们 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们来自南京青年集团小花班 我叫王源 我叫陈欣 我叫唐杰玲 我叫陈忠吕 我学习乐剧已经五年半了 我非常喜欢乐剧 因为乐剧有优美的旋律 还有漂亮的服饰 我七岁半了 我学乐剧三年半了 我喜欢乐剧 因为乐剧的唱腔很优美 我小时候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十一频道 我喜欢她小姐的头饰和服装 画的那个妆特别好看 所以我就喜欢唱戏了 我喜欢乐剧 是因为乐剧给我带来了快乐 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乐剧的魅力 我传达之后想把乐剧传传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乐剧 喜欢乐剧 我们马上要上台了 请大家为我们加油 请大家为我们加油 加油 加油 勞祖子 大鱼妹妹今年多大了 勞祖子 大鱼姐姐喜欢吃什么 办祖子 大鱼妹妹今天穿什么衣服 寞祖子听我说 别吵了 别吵了 大鱼一会儿来了 你们不就知道了吗 大鱼马上就要进府了 一切可都安排好了吗 老太太放宽心 外孙女来了 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衣食住心 我都吩咐下去了 可真是这样就好了 好诅咒 听完林妹妹是个高雅之人 我特意请了 废异文化传承人 精灵神简章 剪了吉祥如意窗花 早把林妹妹的规格 装满的文雅别致了 好啊 好啊 老祖宗都知道 林妹妹身子弱 我为她配了 各式各样的美食 小龙包 压食戒 牛肉骨 杰食戒包 鱼干 小鱼酱 鱼酱粉 素色糕 真好吃 真好吃 还有呢 还有山脉茶 散酥油表 真假套原豆腐呢 老祖宗 老祖宗 我也为林姐姐准备了礼物 秦怀灯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已经在网上订号票了 解释要林姐姐去赏花灯 定让她在我们这里住的乐不思蜀 你们姐妹如此贴心 我那黛玉定会在这住的很开心的 来了 来了 林妹妹 来了 外祖母 我可怜的心肝宝贝啊 这么年幼 就没了七年 老太太 千万太伤心了 如今 外孙女儿接来了 一切都好了 来 这是你二舅母 快来见过 二舅母 外孙女快请起 一旁坐下 来 过来坐 如今 外孙女有老太太屁股 可安心住着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哎呀 昨儿个月里啊 喜怯就喳喳喳的欢头 我就说有喜事 这不 今儿个便贵客临门了 难怪老祖宗日思夜念的 如此标致的妹妹 倒不像是老祖宗的外孙儿 却像是啊 第一情的孙女儿 你呀 少平嘴 你林妹妹如今来了 一切可都要安置妥当了 老祖宗请放心 太太呀 都吩咐过了 上城围景做的两套新衣 也都成了 哎 如今 咱家还有两个月儿了 老祖宗是拜托这个月儿 那个月儿可是要吃醋的呀 你不认识她 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破皮破罗户 你就叫她喝辣子吧 老祖宗 宝哥哥来了 宝哥哥来了 请老祖安 请太太安 好了 外科未见就脱了外衣 快来见过你林妹妹 林妹妹好 宝哥哥好 妹妹却不像传闻众说的体弱多病 旅途也没见劳累嘛 如今杭州到南京的高铁 只需一个小时车程 却不曾劳累 宝玉啊 你林妹妹以后来我们家常住 你可要多照顾她些呀 请老子放心 这个妹妹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呢 又说傻话 你可在哪儿见过她呢 虽未见过 她看着面山 心里好像见过一般 天上飘下个林妹妹 似一朵情当仨美 直到她风里 匆忙山清卫 翘留了个家庭 这笔所里 今宵个花桃水 云洞好比风发绿 未送人过上水气 三下马路 我 天前分明是我的看 心地恰死 群死鱼 天前分明是我的看 心地恰死 群死鱼 我的两个日儿 如此和睦相处 甚好 甚好 谢谢 谢谢可爱的孩子们 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他们是来自南京青年乐剧艺术团 小花班的小戏迷们 我们再次向你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 远道而来的小客人 就是跟我们介绍介绍吧 咱们这个多大的孩子 我们小花班最小的孩子只有四岁 那最大呢 最大的有十四岁 那今天来的这孩子最小的 六岁 谁是六岁啊 举手我看看 这位小朋友最小 你叫什么名字啊 刘淳希 演的这个人物叫什么呀 叛春 叛春啊 《红楼梦》 我们观众朋友们看过好多版本了 那你们都看过哪些版本的《红楼梦》啊 我就看过八七版的《红楼梦》和《小溪谷》 看过这两个版本的 还有谁有不同意见 我还看过电影版的 就是王文娟老师 乐剧电影版的 所以说你们是不是全部都学习过乐剧啊 这里面谁学的时间最长一点 我们都学五年半了 五年半 那你今年多大了 十一岁 十一岁 那就六岁的时候开始学的是吗 你学什么行的 就学那个花旦 学花旦 学什么流派呢 最主要还是学王派 王派啊 还有谁学过别的流派 王夫人是吗 我学的是小生影派 哇 这个反差大的 要不要跟我们来一剧好不好 好 来 有请 那我唱一个《沙漠王子算命》吧 掌声送给他 好 真好听啊 别小看他们 他们平常演出可多了 这跟大家伙说说都去哪儿演出 还经常出国是不是 这边这个最小的 来 你几岁了 我七岁半了 都去过哪儿演出啊 去过新加坡演出 然后去过北京演出 这里就是北京 你是学什么流派的 学旅派的 旅派的啊 还学了王派 还学了王派 你学多久了 我学三年半了 三年半了 七岁到四岁开始学的啊 你要不要给大家唱一句啊 可以吗 可以 好 谢谢 哇 你看看我们这一个个啊 这小灵精啊都是都特别棒 这谁还要说什么 宝玉 宝玉哥哥 我不是说就是单独就写的 我说花旦小春都写啊 就什么 太都写 哦 你看我们说了 我们什么都会 他们刚刚那些抛砖 我这预在这儿呢 半天了 是吧 我想唱那个 小春的唐波胡点秋香 是B派 B派 啊 来 小春的唐波胡点秋香 小春的唐波胡点秋香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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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呀 你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 让我们这些孩子们 变得更加自信了 今天我们这些 可以说是 各个都是小戏骨 来到我们 梦想威剧场的舞台 除了给大家要展现 他们会的乐剧之外啊 还带来了南京的小吃 是不是啊 是 给我们带什么了 我带了四色膏 你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四色膏呀 就是四种颜色的膏 不是合在一起的 哦 是一块一块的 哦 还有什么呢 还有烧饼 烧饼 还有盐水鸭 盐水鸭 哎呀 这今天大家来着了哈 说说我们都饿了吧 来我们拿上来好不好 来有请 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品尝一下 咱们南京的美食 四色膏啊 尝一尝 四种颜色 大家可以帮着船一船啊 好了 回来吧 孩子们 真认真负责 拿了一大串葡萄 怎么分 盘子给我了 我以为你要给我吃什么 拿一空盘子给我了 一个都没给我剩啊 怎么了 你们还有什么 把这些葡萄给主持人吃 你真可爱 我刚才怎么就没让你唱两句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孩子们 谢谢你们的心意 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那接下来 我们这些来自南京 小花斑的孩子们啊 要共同点亮梦想之灯 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 出声牛犊不怕虎 南京青年乐剧艺术团小花斑 小小年纪敢于挑战自我 他们以亮意的阵容 演绎《红楼梦中人》 赢得大家的喜爱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 这位祝梦人啊 是来自浙江乐剧团的 小生名家 他学习路派艺术 却又不拘泥于单一的流派 在艺术的舞台上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乐剧小生名家廖奇音 欢迎订阅的《红楼梦中人》 丁丁 说不把他临近门 生梦无私利难永生 看破红阵门去修阴 放在岛上修阵阵 下山雷渡 还温顾 我生梦忘也一丝密度经营 阿姑母 你不是要听好听的吗 四次听我常来 色孤生 恩道孤生 古今 四天一般阴阴 我色阳最利闻尽 千里的情 道早兴 最好行 水子有目太思力 见拼 悲伏 抢退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董音老师好 这个好久没见您啊 我们平常在舞台上看到 您不仅塑造路牌小声的形象 比如说刚才的《珍珠塔》里的方青 还有一些行当 可以说是跨行当演出 对 我应该是除了老生没演过 其他应该都尝试过了 《花旦》 《老旦》 《采老旦》 《采淡》 都演过 因为我是深处浙江乐剧团 浙江乐剧团是一个男女合演团 所以作为我这个女小声来说 可能是没有更多的机会 展示或者排演女小声的戏 那么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你要想多上舞台 多演戏的话 你如果说守住自己是个女小声 那可能就很少有机会 那我就觉得失去了 做演员的一个意义 演员就是要多上舞台 多塑造人物 然后多奉献给观众不同的人物形象 所以我不能改变这个环境 那只有我去适应这个环境 说得特别好 所以我想只要是乐剧 只要是团里需要 我都会去尝试 反过来说我觉得也挺好 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 去尝试不同行当 不同性格的人物角色 难怪那么多人称您是多面首 说得比较轻松 但是要在私下下很多的苦功 隔行如隔山 对啊 确实是的 首先自己思想上要打破这个观念 因为小声毕竟是比较漂亮的 比如说像有一些老单 踩老单 比如说是踩蛋这种角色 肯定是不是很美的 那么我记得我演过三叔婆 大家不知道知道吧 就酒精姑娘里面的 这个广差比较大 对 三叔婆 当时排练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嘛 又穿着自己的服装 但是一穿上那个服装 那个头套还有那个装 我当时一照那个镜子 我真的是一下子心情非常不好 哎呀 我说好丑啊 平常看惯了自己化完装以后 那么帅那么英俊 对对 但是真的上了舞台也就忘了 其实没有丑角色 你把丑的演好了也就是美的 丑中见美 那今天啊 来到我们的舞台 也要作为祝梦人 说出您心目当中认可 想要祝梦的那支团队 来 有请 今天我要祝梦的是 盛州市以音乐教师为主 组成的女子室内合唱团 他们呢是怀有音乐的梦想 是一支多才多艺的团队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来自我们岳江 盛州市女子合唱团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盛州的 善运女子合唱团 我是团长兼指挥姚华江 我是周红 我叫魏东许 我们合唱团呢 成立才短短两年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风风雨雨 也获得了不少成绩 比如说我们去年 去泰国参加 第二届曼谷国际合唱比赛 我们居然拿到了 最高奖冠军哦 我们在大大小小的比赛 和各种演出当中 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历练 也许合唱我们不是最专业的 但我们一定是 最热爱的 谢谢 书妆 书妆开 书妆开 请你把那沙床快打开 书妆 快打开 书妆快打开 书妆的杯归摘一朵 轻轻地燃香来 书妆的杯归摘一朵 轻轻地燃香来 在阿里那杯归摘一朵 轻轻地燃香来 快打开 上来 哩啦啦 放上来 为什么我的姑娘 堵出来 哩啦啦 堵出来 请你把那手中快点开 哩啦啦 快点开 哩啦啦 快点开 再把你的玫瑰踩一朵 轻轻地 忍下来 再把你的玫瑰踩一朵 轻轻地 忍下来 再把你的玫瑰踩一朵 轻轻地 忍下来 忍下来 谢谢来自盛州市 和唱歌曲叫半个月亮爬上来 我们看到增加了很多新的艺术形式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非洲鼓 这个是我们非洲鼓的这个鼓手 过苏阳 欢迎 这位是我们的钢琴伴奏 童诗书 欢迎 这边的几个声部 这边好像是低声部 对 这边是低声部 中间是中声部 中间是中声部 这边是高声部 这个当时是在什么时候成立了这样一个女子合唱团呢 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 大家凑在一起能够搞一个合唱 那么在2015年的秋天 我记得很牢这个日子 11月27日 那天我们凑在一起说 就搞起来吧 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学校里 借了一个排练场地 我们第一次排练 那个成立的日子吧 那这些也有后来招进来的音乐老师吗 大部分都是当时的第一批演员 当然有尔尔尽尽尽尽尽尽的 主要是哪一些呢 怀孕生孩子去了的 我们有好几个 我们现在这个团圆里面 孩子大多数都是三四岁 四五岁的 真不容易的 我们是 既然是女子合唱团 除了您一位男士 其他全是 对 您除了唱团 其他都是我们女孩子 就我一个男的 所以说您可以说是代言人了 那也有 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合唱歌曲 让我们耳目一新 接下来好像还有一首歌曲是吗 对 还有一首歌曲叫《南国春雨》 是我们带有江南风味 有一点我们江南戏曲乐剧的 一点点韵味在里面的一首歌曲 那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吧 有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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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掌声再次送给他们好不好 谢谢 真不愧是来自乐剧的故乡 盛州的女子 您看看这一个一个 把咱们中国旗袍穿的 多么漂亮 多么优雅 特别有江南女子的那种柔美 对 选择这一个歌曲以后 我们特意设计了这套服装 当时我们拍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是为了去泰国参加 这个第二届曼谷国际合唱节 所准备的一首作品 那我相信这一登上国际的舞台 那让评委觉得眼前一亮吧 对 当时我们也没想到 这是我们在这个第二届 国际合唱节上拿了最高奖 也就是冠军第一名 哦 掌声祝贺吧 谢谢 谢谢 真的是我们也没有想到 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啊 对 我们第一首就是用了 我们很民族化的歌曲 第二首呢就用了一首 这个外国歌曲啊 就是Hot Chocolate 这样两首歌曲 一首特别传统啊 一首特别国际范啊 对 对 对 那今天来到这儿了 也展现了咱们女子合唱团的风采 再次改 那接下来 有请我们合唱团的全体成员 共同走上小舞台 点亮梦想之灯 他们怀揣音乐梦想相伴同行 三年的积累和沉淀 盛州市善芸女子合唱团 他们用实力证明了团队的优秀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位祝梦人啊 她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淡娟名家 她先踪张后学眉 先后败在了薛亚平梅宝九两位大家门下 同时呢她也热心于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行动回馈社会 她就是今天的祝梦人江一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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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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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也特别忙 我看你经常会到学校去交交小同学 小朋友们 对 京剧进校园以后 我觉得对这个青少年对京剧的认识是特别大的帮助 作为京剧演员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我也愿意做这些事 教学相长 我觉得在教他们的同时自己也在提高 同时也理解到自己的师傅 自己老师的那种不容易 可能会带给你很多回忆 比如说回忆到你当时小的时候 像他们那么大学系的一些感受 对 对 对 因为江亦山呢不仅教其他小朋友学系 她自己的儿子也是一个小戏迷 我们也经常会在这张电视台 戏剧频道其他栏目 也看到她传承咱们戏剧艺术 对 我觉得 是将来有什么定向培养吗 你说特别对 我觉得这个京剧啊 就是要传承 要有基因 觉得她就是对这个京剧特别感兴趣 尤其对京剧的伴奏 对惊呼特别感兴趣 我就说啊 要背个单词可费事了 但是背谱子可快了 那太好了 那你好好培养 将来就多出一位惊呼大家了 他努力吧 今天江亦山来到这儿呢 同时也是以祝梦人的身份 要为大家介绍她心目当中要祝梦的那支团队 来 有请 今天我要祝梦的这个团队 他们是来自金融系统的京剧票友 他们真心热爱 执着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业余的舞台上展示着国粹的芳华 今天他们不远千里粉末登场 来展示京剧的魅力 下面有请来自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省分行的京剧协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省分行京剧票友协会 我叫刘家燕 我叫于露露 我是何广宏 我们协会好像成立了有小十年了 对 现在已经有成员三十多人了 我们平时工作也挺忙的 工作压力也挺大的 但是工作之余 休息的时候 听听京剧 唱一唱京剧 对于我们来说 是最好的一种放松的方式 通过这十年中间 我们接识了很多志同道格的朋友 大家在一起学习 专研 在未来的生活中间 我们也会继续学习京剧 然后把国粹传承下去 爱好下去 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间 浓墨重彩的一笔 Zither Harp 大作词 天儿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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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来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有请你们共同点亮 梦想之灯 有请 演绎红色经典 畅想国粹京剧 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省分行京剧协会 以投入的表演 默契的配合 展示了来自金融系统 享有的最佳风采 感谢观看 我接不上个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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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不上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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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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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热的你 我受不热的你 我受了 受不热的你 我受不热的你 我受了 受不热的你 什么人呀 让我 哎 心呀 我心烦乱 什么人呀 让我 哎 心呀 我心烦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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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呀 我 gider 啊 我走 啊 好 啊 何 啊 我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